好了,那么接着咱们来看一下Circle 好,那上一节课咱们说到了这个NetCat该怎样去使用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从这节课开始咱们就要来用这个工具了 那么咱们接着往后看这个Circle 现在我们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已经有一张表了 已经有一张表了,就是T-student 然后这个表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表上的右键设计表 好,那看一下右键设计表 那么我可以去看到这个表中有什么字段 每一个字段是什么类型的 方便我们在进行复值的时候 给每一个字段去插入值的时候进行操作 好了,那么现在咱们来看一下DML 那么DML它其实就是数据操作语言 数据操作语言 那么DML更多的表现出来的就是 对一个表中的数据进行增删改 那增删改 注意啊,这个呢是对表中的数据进行的增删改 而并不是说对表进行的修改 咱们昨天讲过 我去修改表名 我去修改这个表中的字段的数量等等等等 这些呢还是属于DDL 还是属于DDL 那么但凡是对这个表中的数据做操作的 总之应记住一句话 你这个色口语句执行完以后 只要是对这个表中的数据产生影响了 那么它是DML 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DML DML DML呢咱们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从这几块来说 这几块来说 一个呢是增 一个是增 一个是增 一个呢是删 一个是增 一个是删 还有一个呢是改 改 其实呢DML无非呢就是这几个操作 增删改 增删改 那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呢咱们先说增 先说增 那我说一下 这几条语句呢都不难 那增删改 这几条语句都不难 首先咱们说增 增的关键字叫insert 增的关键字叫insert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哪张表呢 tstudent insert into tstudent insert into tstudent 我需要呢在这张表里面去插入数据 那么插入什么数据呢 values 关键字 values insert into tstudent values values是什么呢 注意小括号一对 小括号一对 小括号一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要往这张表里面呢 来插入数据 首先 首先 这个表中的字段呢 咱们刚才大概看了一下 name age gender和score name age gender和score 所以我想插入一个name呢 叫小名 这个name是什么类型的来着 vachar对吧 就是字符try 就是字符try 那么接下来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在circle中 在circle中 在circle中 没有字符类型 这个昨天咱们说过了 字符try 咱们用char 用vachar 用text 对吧 那么在进行复制的时候 字符try 类型的数据 我们呢 需要使用什么呢 单引号 扩起来 字符try 类型的数据 需要使用单引号 扩起来 也就是说 咱们呢 和加瓦中的 还是不太一样的 加瓦里面 咱们是不是单引号 表示字符啊 对吧 在这呢 单引号 它就是一个字符try 那现在呢 我就直接写 它叫小名 叫小名 单引号 记住了啊 单引号 好 然后再往下来 小名 第二个字段呢 是age 第二个字段是age 年龄 那么十岁 然后第三个字段呢 叫gender 性别 那么我来一个mile 男啊 然后最后一个是身高 我来一个啊 身高我看一下整形吧 啊 score啊 score 成绩整形 那我来一个97分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呢 我选中这一行啊 现在我选中这一行 然后呢 运行已选择的 运行已选择的 好了 那么我已经点过运行了 然后呢 咱们最主要的来看下方 啊 看下方 下方呢 看这个位置啊 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里面呢 会有这样的三行 第一行呢 就是circle语句 第一行就是你执行的circle语句 那这是第一行 然后第二行呢 叫affected rows 来翻译一下 这句话叫什么意思 影响的行数吧 对吧 就是这条circle语句 影响的行数 多少行数据呢 受到了影响 啊 OK 第三个时间 这个也不用多说什么了 就是这一段circle语句执行 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啊 花费多长时间啊 好 那咱们的affected rows 是一行 啊 一行数据受到了影响 其实这个呢 也是能够去理解的 因为现在毕竟表里面 多了一行数据吗 对吧 表里面现在多了一行数据啊 多了一行数据 所以呢 是一行数据受到了影响 在这呢 这些个语句并没有跟咱们呢 昨天那些语句式的啊 我执行完以后 给了我一个什么状态 OK 啊 没有这个OK了啊 所以呢 不要没有看到OK 是不是出转起来啊 没有 只要你没有看到什么 syntax error circle error之类的错误啊 那么都表示没有什么问题 那在这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据到底有没有加进去呢 哎 我们双击这个表啊 双击这个表来看一下 这个表中的数据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已经加进来了啊 已经加进来了 双击这张表 这个数据呢 已经加进来了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增加一行数据 增加一行数据 但是 这个增加呢 需要注意啊 这个增加需要注意 这个呢 这个呢 是给啊 给表中的每一个字段啊 每一个字段都复值 那给表中的每一个字段都复值 比如说现在表里面呢 有四个字段 那我在这呢 就必须得写四个值 一个也不能少 一个也不能多 那举个例子 现在呢 我要把这段话呢 再copy一遍 那我再改一个 后面97后面呢 我再加一个10 97后面 我再加一个10 那我们运行 运行这条语句 看结果 来看一下 column does not column counts doesn't match 什么意思 column layer count数量 count数量 doesn't match 什么样 没有匹配吧 led数量没有匹配 什么样 count at row 对吧 没有匹配的是这里面这个值的数量 总之呢 就是数量不匹配 那如果我要删除一个 我要删除一个 那现在呢 我还是选中这一行 点击运行 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语句呢 就是要必须给这个字段 给每一个字段的都复制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给每一个字段都复制 好 那这个呢 是一个circle了 好 再来 好 那么再往下走 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一下 给 指定的字段 进行复制 就不是全部了啊 给指定的字段 进行复制 那么这个指定的字段 比如说呢 现在我就想给这个小 给这个 什么name和 ginder字段 做复制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这样做 insert into t students 还是呢 这张表 还是这张表 但是 现在呢 我们要在values前边呢 加上一对小括号 那么这里面呢 写上的是 你要给哪一个字段 做复制 一个是name 还有一个是 ginder 一个是name 还有一个是ginder 然后呢 再往后values values values什么呢 比如说呢 小灰 小灰 然后呢 female 这样就可以了啊 我可以呢 给这个表的 这两个字段 进行复制 值 是什么值呢 小灰 是给谁的 给name的 female是给 ginder的 对吧 所以咱们呢 再选中这些 然后我们运行 看结果 affected rows 一行数据 受到影响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表里面的数据 表里面的数据 然后呢 我们去刷新一下 看结果 是不是小灰啊 对吧 小灰 然后呢 ginder是female 但是age和score呢 是no啊 对吧 age和score呢 现在是no啊 现在是no 好的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这个插入 insert into 插入数据 插入数据 好 然后再来啊 然后再来 这个插入数据呢 给指定的字段 进行复制 在复制的时候呢 这个字段的顺序 可以和 这个定义的时候呢 顺序不一致 可以是这样子的 那比如说呢 刚才咱们写的是 name ginder 那如果我换一个 我写一个ginder name 我写一个ginder name 然后values 我再来一个 比如说呢 这个什么 小白 小白 然后呢 来一个什么mail 那么这个时候呢 注意看啊 这个时候 你的小白 实际上是给谁 复制的呀 是name吗 是ginder吧 对吧 前后的顺序呢 要保持一致 你前面先写的ginder 那么你后面的第一个值 就一定是给ginder的 明白什么意思吧 这个顺序得一致啊 好 那么我们再来运行程序 看结果 现在呢 这个表里面 肯定多了一个数据了 右键刷新一下 那么name呢 叫mail 然后ginder呢 叫小白 是这样的吧 对吧 咱们刚才呢 就故意这样反着去加的 反着去加的 好 这个呢 是给指定的字段进行复制 给指定字段进行复制 然后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呢 我需要说一点的 就是呢 这个字段的顺序 字段的顺序 可以和这个定义表的时候 的顺序 不一致 可以和定义表的时候的顺序 不一致啊 但是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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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直的顺序 一定要和前面 字段的顺序 一致 明白什么意思吧 定义字段的时候啊 这个写的时候啊 字段的顺序呢 可以和定义表的时候 顺序不一致 但是呢 后面直的顺序 一定要和前面字段顺序一致 你这呢 先写了ginder 那你后面第一个值一定是ginder 这个能解什么意思吧 啊 好 那这个呢 是这个添加了啊 添加 那么insert into就这两个 一个呢 是给每一个字段都添加 一个呢 是给指定的字段添加 啊 给指定的字段添加 好 再来啊 再来 那如果说 我现在呢 想要一次性的往这个表中插入多个数据 啊 我需要呢 批量的往这个表中呢 去插入多个数据 比如说呢 我想再加一个什么小小名有了 对吧 那加一个什么李雷 对吧 今年是12岁了 然后呢 是mile 然后呢 这个成绩呢 是89 那么如果说还要再加一个 你可以往后面呢 加一个逗号 再写一个括号 写什么呢 还没没 对另外一条数据啊 然后呢 22岁 female 然后呢 成绩是 95 这样写 那这样写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再选中这一行啊 我们再选中这一行 然后运行已选择的 看结果 affected rules 这个2 知道为什么吧 我刚才是不是插入了两行数据啊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结果 这个表中数据 右键刷新 李雷 还没没 是不是都在呀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还可以怎么玩 还可以这么玩 insert into t student 然后呢 现在我就插入一个name 一个age 一个gender 我就不要成绩啊 OK 那么values 第一个呢 我们加一个什么 Jim Green 然后呢 21岁 然后是mile 然后呢 我再 等会儿 单一号啊 我再加一个什么 poly吧 是吧 然后呢 这个8岁了 然后呢 来一个什么 female 好 那么现在呢 我是加了几行数据啊 几行 是不是两行啊 然后我们运行程序 看结果 是不是affected rows 两行啊 好 那现在呢 咱们再看表中的数据 我去右键刷新 是不是多了个Jim Green和poly啊 这两行数据 是不是没有score啊 对吧 因为咱们刚才添加的时候呢 就没有加score 没有加score啊 好 再来啊 再来 那么现在呢 注意我去做这样的操作 我先把注释写一下 这个呢 是可以批量的啊 往表中添加数据啊 可以批量的往表中的去添加数据啊 添加数据啊 好 那么再来啊 那么再来 现在呢 我把这句话呢 再copy一遍啊 再copy一遍 那现在我就做这样一个操作 我还想做一个批量添加啊 我还想做一个批量添加 但是呢 在批量添加的时候呢 我后面的一个值 写错了 是不是多写了一列啊 啊 这个能看懂吗 多写了一列 因为刚才在前面呢 咱们是不是只要Name Edge和Ginder啊 但是第二个数据 是不是多了一个十啊 能见什么意思吗 多了一个十啊 现在呢 多了一列啊 多了一列数据 那么我去运行 看结果 这个时候呢 他会告诉你说什么 搭车的Match 总之呢 就是现在这个出问题了吧 啊 那么现在问题是前面的Jim Green加进去了没有 这个数据是没错的 对不对 问题是这个 前面的Jim Green加进去了没有 加进去没有呢 咱们来看一下表中数据就行了 其实呢 不用看表 刚才这个地方有没有给你提示说多少行数据受到影响啊 没有 因为如果要加进去的话 会不会是一行数据受到影响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刷新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Jim Green多了一个没有 这个Jim Green是我上次加的 是不是 没有加进去啊 所以呢 一条circle语句呢 是一个整体 这里面但凡是有任何的一个位置呢 发生错误了 那么都会导致其他所有地方呢 都会出问题的 所以呢 并不是说 这个第一个没有问题 第二个出问题了 那是不是他没加进去 前面加进去了呀 不是这样子的 要错 大家都错 那要错 大家一块错 ok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添加 添加增的语句 就这么多 没了